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G20第二天川习会面 川普说任何会谈结果他都满意 据彭博社驻白宫记者发布的推特显示 美国官员称川普与习近平会面 安排在G20第二天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更多细节尚未确定 这次会面是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保持接触的机会 从而可以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上目前的立场 川普表示对与中国会谈的任何结果都会很满意 来自白宫的关于G20的简报会消息说 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似乎排除了与金正恩的会谈可能性 我们没有计划 当被问及川普是否会访问两韩边界非军事驱使 官方人士说完整的时间表尚未确定 川普在大阪G20进行双边会谈的人士包括 安倍、莫迪、莫里森、习近平、普京、默克尔、艾尔端 与安倍和莫迪的会谈可能是一个三边会谈 此间并没有安排与普京会谈的正式议程 但如果与普京会晤 议题可能包括叙利亚、伊朗、乌克兰、中东、委内瑞拉和军备控制 白宫官员强调由于美国经济强劲 川普对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充满信心 提及对北京的关税 川普说中国对此进行报复是不明智的决定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